因為央行第二次生理室 新的榜台利率超過百分之一點七 創合六年來的新冠 那是說一千萬的榜台來算 今年三月份生理室 每個月就增加四百八十二塊 六月份有個生理室 增加六百零百塊 榜台山的專家就說 是在有期的價值來生理室 創意對榜台山的信心 中銀行十六個生理室 一百八 年中兩句總共生理室 零點三七五百 新的榜台利率 會騎到1.7%創兩年新冠 榜台做事這麼艱苦 來算請問榜台利室 生理室進行榜台利率1.5% 每個月本日要行三萬四千五百十一塊 中銀行三幾十四生理室一百以後 就是榜台利率會有1.75% 但五個月榜台利率只要成价1.6% 本金加利息每個月要行三萬四千九百九十四塊 增加四百八十一塊 第一次又生理室半月 如果直接加上榜台利率會有1.75% 每個月行錢會有三萬五千六百零兩塊 每個月榜台負擔會增加六百零八塊 榜台做三月到現在美國的榜台負擔會增加 榜台都不受生理室的影響 政府全部來補貼 不要因為這個必要的生息 又造成孩子 缺在歷史上的負擔 下這分析 今次生理室 後都暫時不會影響經濟 不過臺灣經濟跟出口連動 如果出口表現不好 各大後都生理室強制影響 累積經濟 美女經濟生長日後會增萬 記者綜合報道 各大後都思念 總共 解決 成金